華藝籃球好手包喜樂包踢接姐弟 週末出席運動品牌活動 擔任剪彩嘉賓 這是兩人第一次受邀同台 從眼神和肢體 就能感受到姐弟的好感情 連最多爆料 感覺得出來TJ好像有點緊張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他是很會跳舞 所以我以為音樂出來的時候 他會表演一下 但是他就有點害羞 在後面在練的時候 他沒有說他本來要說的時候 我就本來看他說 也是第一次 還不習慣有這麼多人 還有 cameras 然後媒體 有他在我旁邊 其實一起出現 也是有好處 難得一起出席活動 還是在從小長大的台灣 更具有意義 品牌會邀請包喜樂包踢接 就是看中Joey 去年瓊斯杯的超高人氣 以及TJ即將投入SBO 備受期待 包踢接也特別分享這陣子 和富邦勇士的練習狀況 就是不會給自己太多壓力 就是專心地認真去好好打球 然後就是需要調整一下 加入富邦球隊的時候 其實中文有進步一點 就是多問這要怎麼講 然後其實也學得蠻快 如果有什麼台語語言的話 或是什麼我也願意寫 就是看誰要教我 保體節自信菜鳥球技 要用表現自我介紹 聚集節節包喜樂 預計下個禮拜到上海 參加公益活動 用不同的方式 和更多的球迷互動 我來提訊商場黃化軍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